曾经焦点来关心的是福贸协议争议不断 外界关切预定年底签订的两岸货贸协议能不能够如期签署呢 经济部长张家柱今天说还是会按照计划来进行 他也预告电价调涨的资料 下周如果出炉会做详尽的说明 经济部预定要在年底签署两岸货品贸易协议 但从两岸福贸协议引发的反弹声浪 看来外界关切会不会影响到货贸协议的进度 经济部长张家柱16号出席中华民国物流协会会员大会时 对此作出回应 因为原来的目标是今年的年底 我们现在还仍然以今年年底为完成的目标 那么在货贸因为签设的项目非常的多 我们是跟各个产业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做一些沟通 但是仍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公开的说明会或者公听会 张家柱也重申福贸协议的重要性 强调民间对福贸协议有太多的误解 他们认为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开放出版 但是这些人可能可以从印刷的这个管道里面 进到台湾来做出版 因为大陆印刷跟出版常常是结合起来 联合起来经营 其实大陆来台投资 每一下我们都要经过投资会的审查 不是你要投资就可以投资 虽然张家柱力挺福贸协议 但物流业者并未信服 认为政府在政策上还是有改进的地方 官员在谈判的时候 应该多跟业者了解 实际我们经营的状况 而不是只有谈物流 一定要把商流金流 包括包含在里面去跟大陆谈 这样才有机会 除了福贸协议 行政院长江一化宣示 10月一定要调涨的店价 也是经济部的烫手山鱼 被问到店价问题 张家柱左善右善 只说资料如果下周出炉 会做更详细的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希文 戴俊颖 台北报道 从早上